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 7 月 31 日 來到英國接近三個月 想跟大家說一個比較特別的話題 當作一個三個月的總結 就是 移民英國最容易忽略的五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錢 大家都知道移民店都要消一塊錢 我實質移民英國之後用多了的錢是多少呢 我就大概做一個 break down 給大家看 首先就是機票 機票要一萬元左右 因為我做 business class 已經算很便宜了 因為想用到行李的 quota 有兩個大件 所以就預約了 business class 就算你預約 premium econ 可能都是要幾千元接近一萬元 所以我就預約一萬元 第二樣東西就是第一個月的 Airbnb 如果看我以前的影片就知道 我第一個月是預約 Airbnb 一點都不便宜的 其實就算我一間房都要一萬元港幣一個月 第三樣就是租金 始終來到這裡是沒有 reference check 又沒有 credit check 所以就預約了一個月租金 我之前說過 我這裡租就是1350磅一個月 如果預約六個月就要8100磅 即是大概8元港幣左右 再之後就算我這裡是 Joe Furnish 我之前搬到那段影片都有說過 傢伙所有東西加加賣賣 因為重新買過的東西要 就用了3000磅左右 另外做日常洗費 這個不說了 如果是 B&O Visa 進來的 你來之前又已經付了大概三萬多元 如果你是用五年的計劃 所以加加賣賣是會用到15000元 即是15萬港幣 起碼預約這個數 如果你兩個人過來 就可以預約鬆一點 始終你的東西可以分享 你的洗費可以分開 訂購Airbnb的錢又可以大家分開 所以會好一點 但我想你預約兩個人的話 都起碼要預約2萬磅 即20萬港幣 那就比較會鬆動一點 不用每次都計算 所以希望如果是沒什麼錢 或者都是好像我這樣二十多歲 最好儲夠一筆錢來到 那就不會那麼緊絕 而且你未必這麼快會找到工 你都可能會先燒錢 所以起碼預約15萬到20萬 就會比較鬆動一點 第二樣最容易忽略的就是禮貌 在香港很多時候 你買東西也好 你去餐廳吃東西也好 其實都比較少 跟人溝通 來到最簡單要用到的 phrase就是 How are you doing? 或者How are you? 別人說I'm good thanks 然後問你How are you? 你都說Good thanks 這些最基本 我都不太明白 為何可以在兩三秒之內 可以完成到這個打招呼 但這件事是要練習和習慣的 第二個要記得的字就是please 很多時候你買東西 或者是要別人幫你做些事 都說Can you please?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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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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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結尾 那這個please這個字其實是極好用 你放在中間也可以 放在尾也可以 放在頭也可以 其實大家要記住 你來到英國 你就是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你都想給一個好的印象 這裡的人 還有想別人分開你是一個香港人 所以這些禮貌 絕對是不可以漏 絕對是有多就好過少 所以千萬不要忽略禮貌 Please thank you How are you? Good thanks 全部這些不斷說 就一定沒有吃虧的 禮貌也是包括 幫人推著門 拉著門 先讓人出門 不要心急 慢慢來 例如是乘電梯 或者是乘火車 慢慢來讓人先出門 或者讓人先進去 當你做得多這些動作 和別人微笑多些 別人對你這個族群的印象 都會好一些 這些是最基本 可以做到的禮貌 第三樣容易忽略的東西 就是親憑戚友 始終來到一開始是很忙的 很多事情要處理 很多事情要搞 很多混亂 千萬不要忘記 你和香港親憑戚友的聯繫 我現在就習慣每個星期 和家人開攝影機 聊一次 其他朋友 其他家人 都有保持WhatsApp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除了大家可以互相更新 到大家的情況 其實最基本的 這一種更新 已經可以令到大家 感覺到大家在重視對方 以及已經是一個 最好聯繫感情的方法 最好當然是遲些 開了關 沒有再隔離 其實現在要飛來飛去 都非常容易 另外我拍這條YouTube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想更新 香港的家人和朋友 我就不用逐個逐個 跟他們更新 也是一個開話題的好方法 所以我決定了 用拍YouTube這個方法 去作為聯繫親朋戚友的關係 的一個方法 來到第四樣 第四樣 就是自由 這樣不只是說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 這個自由是 你來到一個新的環境 其實你是很多新的可以做的 很多自由去探索一些新的興趣 新的活動 新的朋友 新的群組 這些都是 你換了環境之後 給予你的自由 所以不要忽略 這種新的自由 去探索一下自己 挑戰一下自己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 我用了單車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你去旅行都是一個自由 你現在在歐洲 可以隨便到處飛來飛去 又便宜又快 乘火車又可以 乘巴士又可以 大家香港的朋友 就比較慘 還是被困在香港 所以這個已經是一個 其實大家要珍惜 還有一個很難得的自由 在香港困了兩三年之後 最重要就是要認清 究竟你來了一個新環境之後 可不可以幫到你 成為一個你想成為的人 還有做到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沒有人說 英國是否最適合 或者去加拿大澳洲是否最適合 或者留在香港才是最適合你的 但這件事 就是你有自由去決定 究竟你去哪個地方落腳 去哪個地方重生生活 還有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人 這個自由就需要好好把握 最後一樣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樣 就是不要忽略自己的情緒 之前也有報告說過 接近有一半香港人移民之後 有抑鬱或者一些情緒病 這件事絕對不能太少 我先說了我自己的為例 其實一來到都難免會有些想 不如回去算吧 為何要做那麼多事情 是否回到原本以前的生活 舒舒服服 習慣了一些事情 那就最好最舒服 要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一定有這些念頭 來到我也實不相瞞 都哭過三次 來到這裡三個月之後 我自己覺得哭是一個好好 舒發情緒的方法 無論你是擔心 擔心 覺得很累 很忙 哭了其實都是 抑鬱自己的情緒 每人抑鬱自己的情緒 都有不同的方法 總之就是要找一個適合的方法 去認清自己的情緒 無論你是 剛才說的 無論你是害怕也好 你生氣也好 你是擔心 你是憂心也好 都要找方法舒服自己的情緒 自己也好 找朋友聊也好 朋友就可以找回親朋友 或者你在這裡 新環境 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互相鼓勵一下 因為大家的情況 其實某程度上差不多 大家其實聊聊天 已經是一個 好好舒服情緒的方法 所以 移民了之後 無論你是覺得焦慮 或者掛著家 或者覺得沒有了目標 或者覺得 適應不到新的地方 融入不到 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況 其實很多時候 慢慢都會變好 但是 就要認清自己的情緒 要正面去面對自己的情緒 如果自己解決不到 就找朋友 找家人聊天 如果都是不行的話 就真的要找專業的人士去幫忙 希望大家 移民的朋友 或者想計劃移民的朋友 都會互相支持 互相鼓勵 我覺得這方面 反而是最重要 令到你覺得自己不是孤單 以及有很多人一起 陪著你走 希望大家移民之後 都會找到新的興趣 新的生活 新的人生 找到真正的自由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就記得like、share、subscribe、comment 拜拜